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5在内的大量废弃跟有毒气体 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尤其是台中地区的空气品质 是所有民众跟选举前后 都相当关心的问题跟话题 台湾普特斯公司 因此引进荷兰专利防霾沙窗 利用专利的静电技术 降低空污对生命的危害 2022年12月21号 并且在台中市高铁特区 开设普特斯防霾沙窗台中旗舰店 百分之百荷兰制造原装进口 那我们的滤网有永久性的静电 仿制在沙线的纤维里面 所以可以就是确实的捕捉空气中 这些大小的悬浮为例 台湾普特斯总经理黄振明说 2007年他从成功大学 医学材料研究所毕业后 家族中有6位亲友陆陆续续罹患肺腺癌 自己的身体也发现有肺部节节 深刻体会到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 让他想要把防霾产品引进台湾 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针对疫情跟PM2.5的问题 台湾普特斯也开始推广抗菌防霾 高科技的环保口罩 我们的口罩是可以重复使用200次 200次的水洗之后 我们防护PM2.5的效能 还有达到99% 也就是基本上你一天如果使用一次的话 一年只需要用一个口罩就可以了 目前全台湾已经有超过200栋豪宅 建案使用普特斯防霾纱窗 成为知名建商的指定标配 好像在纱窗上装上一道空气滤网 提供大家更好的环境跟空气品质 让人可以开窗享受自由自在的健康生活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道